这耳术能详的段子 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唱上两句 它就是杨兰春创作的一句《朝阳沟》 本期《农广天地》带您走进这部戏剧故事的创作原型地《朝阳沟》 一起去品味那里的山水、文化以及美食 传播农业科技精英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这些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农广天地》 《朝阳沟》位于河北省武安市西部 是一个地处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 它原名叫做烈江村 正是由于《朝阳沟》这部玉剧才得以更名 现如今也是依托这部家喻户晓广为传唱的剧目 当地搞起了以蓝春故乡《朝阳沟》太行老区山水情为主题的特色乡村旅游 接下来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朝阳沟》 《朝阳沟湟库室内》 《朝阳沟沟 comunidad亭藍》 《朝阳沟沟的沟市éner》 《朝阳沟沟有座的令人》 在向导摇晃的带领下走进潮岩沟 就像置身于戏剧的异境之中 每一个地点 每一件器物 都是一个定格的故事画面 都值得去深深的体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戏剧情节中曾经提到的瀑布 水依然清零零 在春夏不断地流淌 滴水盐 依旧好像是珍珠道卷帘 顺着山路前行 您能够找到戏剧情节中涉及到的很多地名 或许在野草般并不能看到戏剧中描述的那开花结果的苹果树 在神坡角也不能看到那遮天盖地的核桃树 但现实与艺术之间存在的反差 会留给您更多遐想回味的空间 留足凝视 您会情不自禁地把这些地名 与戏剧中的故事情节联系起来 这样的感觉只有身丽其境 才能够真切地品味到 《银环》是一具朝阳沟中一个出生在城市 有知识、有热情、有抱负的人物形象 剧中很多故事情节围绕它展开 当注视着银环飘水的雕像时 戏剧中的一幕幕立刻跃人眼前 您是烈士纪念碑下 银环、双宝、双宝娘和李蜘蛛的雕像 您的思绪立刻会被迁回到剧情之中 银、银、银、银环呢 我就说您的两句 你哭开就没完没走了 看事儿,孩子想过来了 双宝家的四合院 银环居住的房间 巧真居住的房间 双宝爹娘住过的房间 房间里的每一个物件 都与戏剧中的场景是那么吻合 踏着石板扑旧的台阶 就到了李书记的故居 看着那简陋的家具 破损的算盘 一心能够感受到这位剧中人物的和蔼正直 这里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一桌一凳 每一件器物后面 都埋藏着戏剧中的故事 其实,这都是当地开发旅游后 村民通过搬迁 并在自家老宅子基础上 通过精心的策划 建造 修缮 收集而来 当代的朝阳钩人 正是利用自己的智慧 还原了一个现实版的玉具朝阳钩 置身朝阳钩情景中 能够品味到浓厚的朝阳钩戏剧文化 宛如置身于戏剧的情景中 这就是现实与艺术的和谐 如今的朝阳钩 每天都在吸引着众多的游客 走进朝阳钩 不仅能够感受到朝阳钩的田园风光 品味到朝阳钩的戏剧文化 当身心疲乏之时 还可以在这里小住几日 走进朝阳钩 有山有水 还有戏剧中人物的旧居 品味了文化 放松了身心 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当然也少不得去品尝一下 朝阳钩的特色农家饭菜了 这也是不容错过的美味 戏剧中 二大娘是一个 快人快语 热心肠的人物形象 二大娘的原型叫李春花 是一位心灵手巧的浓森妇女 她善于做一种叫做 橘片汤的面食 杨兰春对这种面食非常钟爱 当年在世时 每每回归故里 都要吃上一碗李春花做的橘片汤 如今 李春花老人也已故去 而她做橘片汤的手艺却流传下来 并成为当地一种招牌农家美食 二大娘 掘片汤 选用上好的白面 添加当地的深井水 不停地搅拌揉揣 让面粉中富含的蛋白质 充分吸收水分 这样活出的面团才劲道 擀面杖是一种古老而简单实用的烹饪工具 朝阳沟当地做面片 以致沿用这种 仅一米长 手腕醋的大号擀面杖 这样近乎于桌朴的工具 擀出的面片 才厚薄均匀 面片的厚度也有讲究 一两毫米左右为最佳 把面片叠码整齐 切成四五厘米宽的小段 把花生油 熬到微调清烟时 用葱姜末呛锅 再添加烧几甜面酱 加水后 汤汁就勾兑好了 大火快攻 汤汁翻滚时 开始下面杖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近乎于拽和扯的结合动作 当地方言称之为绝 用这种动作将面片做成小段 想必这就是 绝片汤名字的由来吧 当地人煮面 讲究打滚就熟 出锅前 再添加一些青椒丁 西红柿丁 豆皮丁的食材 出锅后 点缀几片香菜叶 红 绿 白 多做搭配 多种食材成熟后的香气 混合在一起 二大娘坠片汤的味道 真的不错 在戏剧朝阳柱中 银环第一次来朝阳柱的路上 面对漫山遍野的庄稼 很多并不认识 山宝还给银环当了一次导游 银环当了一次导游 银环当了一次导游 银环当了一架 又叫做束 脱壳后就是小米 是一种古老的粮食作物 在我国已经有七千多年的栽培历史 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朝阳沟 每一块平整的地块都显得尤为珍贵 祖祖辈辈的朝阳沟人 把这些地块善加利用 种植骨子 骨子是一种适应性和抗旱性非常强的作物 在这样的种植条件下 自身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不仅产量高 而且品质尚成 在向导摇晃的带领下 沿着崎岖陡桥的山路穿行 在半山腰 陡桥的山体旁 平缓的山坡上 随处可见种植骨子的甜块 虽然骨子已经收获 但在秋风中摇曳的高大街感 足以证明 今年骨子的涨势和收成都不错 种骨子 自然就少不了要吃小米 当地人把小米和南瓜两种原料结合到一起 做成了一道传统主食 南瓜小米焖饭 把切成丁的南瓜 和淘好的小米 先后放入锅中的温水里 水和米大致是2比1的比例 小火慢工 当锅中水已经熬干时 小米和南瓜都已成熟 小米成熟后的香味 和南瓜成熟后 米饭的特殊香甜味道 使得南瓜小米焖饭 吃起来味道香甜 除了粮食作物 当地还有一个畜牧特产 就是五安山羊 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肉绒兼用山羊品种 在以往节目当中 我们也曾介绍过五安山羊的养殖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 可不是怎样来养羊 而是怎样把羊肉制作成美味佳肴 五安山羊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太恒山一带 养殖数量相当可观 和西在五安西部山区 几乎家家户户养殖 在玉区朝阳沟 银环的畅墙中 就有东山头牛羊磨灭乱叫 小木桶喊一声打了个响边的描述 我们朝阳沟适合养这个山羊有几个优势 一 它的海拔在1300到1900 空气特别好 二 这个山上的野草品种特别多 还有很多种种草草药 三 这个山羊饮用的都是天然的山泉水 养出来的羊个儿大 那个肉质特别好 五安山羊活泼好动 放牧游走行动敏捷 善于登高爬山 这样的性情特点 使得五安山羊瘦肉多 肥肉少 肉质细嫩 沙姆尔轻 独特的养殖资源 地方了当地一道有名的美味佳肴 香菜炒羊肉 当地炒羊肉选材时 讲究颇多 要选用生长年龄 在一年左右的供养 并选取背脊部位的肉 为最佳 这样的羊肉才细嫩 并且肥瘦适中 将羊肉切片 加入少许料酒 盐和老抽后搅拌 将腌制好的羊肉 放入八成热的油中 迅速翻炒 中国餐饮文化博大精深 单单是炒 其手法就有很多种 而炒羊肉的香菜炒羊肉 则主要是用煸炒的手法 羊肉具有的杉味 主要是由于肉质中含有一种 挥发性的脂肪酸 料酒中含有胡椒 小茴香 八角 花椒等香料 在炒制时 香料遇到高温产生的香味 会将伤味掩盖 并携带走一步 从而使炒出的羊肉 能有伤味 当腌肉表面焦黄时出锅 然后再加入少量油 当油八成热时 添加料酒 辣椒 葱蒜 水 盐 味精 自然粉 酱油等原料 熬制成卤汁 当羊肉将卤汁全部吸收后 添加少许香菜 搅拌后出锅 香菜具有心温香窜 健胃的功效 而羊肉 意气补虚 二者融合 真可谓是黄金搭档 在玉区朝阳沟里 二大娘曾有这样的长墙 现世中 在朝阳沟 已有这样一座水库 原名叫做 车谷水库 如今已经更名为 朝阳湖 许多游人来到了朝阳湖 都会选择锤钓 一来湖面上的微风 山里的新鲜空气 都给人以无比的舒适 与惬意 另外 湖里的野生鱼 可是制作美味 家常炖鱼的上好食材 钓上了鱼 也就钓到了美味 将收拾好的鱼 进行改刀 改刀的技法颇多 桃圆沟加长炖鱼采用一指花刀的技法 清洁下刀 刀口间距离一指宽左右 炸鱼是个技术活 油温要掌控在170到230摄氏度之间 这种温度条件下 油面平静 微微飘着清烟 用手着推脚 劈啪劈啪劈啪 响声清脆 气泡不停地翻滚 快速带走大量的水分 当鱼两面表皮都炸至金黄色时 就炸到火候了 这样炸出的鱼 鲜而不老 皮脆肉不碎 油 豆瓣酱 料酒 水 酱油 盐 味精 熟花生粉末 蚝油 鸡精等 融合到一起 熬制汤汁 盖上锅盖 炖上五分钟左右 当汤汁充分地进入鱼肉中 就盖出锅了 在锅内剩余的汤汁中 加入调料 再加入辣椒末 青椒丝 姜丝等 快速翻炒 汤汁就做好了 浇在鱼表面 色香味俱全的家常炖鱼就好了 朝阳沟山上盛产野菜 当地人利用这大山的馈赠 制成了一道 野味十足的素菜 野菜丸子 把用水焯过的野菜 剁成碎末 配上姜末 葱末 用面粉 鸡蛋 配上盐 味精 五香粉 水等 搅拌均匀 制作成面糊 面糊中添加野菜末等 搅拌均匀 用手钻一把馅料 稍微用力一挤 在拇指与食指间 丸子则呈现出来了 炸野菜丸子 关键在于控制好油的温度 油温低 丸子长得慢 口感硬 油温太高 丸子表面容易糊 用八成热的油炸丸子 恰到好处 炸出的丸子色泽鲜亮 表皮酥脆 但内部鲜嫩 一盘野菜丸子 再配上点蒜汁调料 吃在口中 野味实在地道 烹饭是一种膳食的艺术 烹饭的技法有几十种 其中有一种技法 无论南北 无论菜系 几乎通用 那就是 烩 朝阳沟烩菜 讲究荤素搭配 营养搭配 色调搭配 食材大多要先过油 方肉 炸鸡蛋 炸豆腐 炸丸子 炸土豆块等食材 作为主料 白菜 西红柿 宽粉条等食材 作为辅料 将方肉切成片 抢锅 做大灰菜 老抽必不可少 既提色 有提味 白菜 炸豆腐 炸土豆 炸丸子 宽粉 西红柿片等 以此下锅 豆腐 宽粉 丸子 可以起到收汁的作用 当锅中汤汁被充分吸收 就可以出锅了 将炸好的鸡蛋放在表层 朝阳沟大会菜 有色 有味 有亮 荤素搭配 有营养 一部历经半个世纪经久不衰的戏剧 朝阳沟 使得这个小山村 有了如今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了经典的戏剧文化 自然的山水景观 淳朴的香气息 都会令人 豁然开挡 心旷神移 总之 走进了朝阳沟 一定会让您不需此行 好了 今天网天丽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想查询更多的信息 请您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感谢您的收看 下回